到底神通牙膏有多神奇? 馬上探索這個QR Code來看看吧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以下是取材至新唐人《青英論壇》節目 發表在本台新聞網的內容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 最近在達玉斯論壇有據說 被中共官方媒體過濾刪除 李強說 中國經濟現在是大病初遇 不能用猛藥 要顧本賠原 李強承認中國經濟是大病了一場 那顯然與中共官方的說法不一樣 官方的宣傳認為 全球經濟很差 中國這邊是風景獨好 大家都在關注李強 不敢用這個猛藥 到底是什麼藥? 這個說法 與中共三中全會的基調 會有什麼關係呢? 中國民主黨主席王君濤表示 猛藥在目前共產黨的領導底下 大概有兩種理解 一種理解就是鄧小平模式 就是民間進行開放、活化、 老百姓、各界精英、 企業家一切都向前看 發展是硬道理 那在這時候的猛藥 一般來說就是 如果想恢復經濟 一方面要進一步刺激民間的經濟 進一步鬆綁 給你更多的活動空間 另一方面 國家在信貸、財政措施方面 大規模放水、發展經濟 而習近平現在想的是 返到前蘇聯和毛澤東時代 那個時期的猛藥 就是領導人有一個大的發展規劃 為了這個發展規劃配套 例如發行五十年的債 倒查三十年稅等等 這些叫猛藥 李強就當然不敢對後一種支評 因為後一種 是習近平的想法 在國際上 國內外都期待 經濟不好應該再重新採取前一種 鄧小平的方式 為民營、經濟鬆綁 讓老百姓再有更大的自由空間 這樣另一方面 政府應該將資金向他們傾斜 不僅就他們的政策 為他們鬆綁 而李強他內心其實不敢去否認後面 但是他又不能去採納前面 於是他就說 在現在的經濟 不能下猛藥 等於說他無法採取大家期待的 經濟能夠繳活的鄧小平那一套做法 所以他就唯有找了一個託詞 所以叫做不能下猛藥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表示 李強說的猛藥就是放水和減稅 放水就是繼續大量印鈔票 其實過去的三年 中國印鈔票總量已經超越美國、日本和歐洲的總和 2022年是27萬億 2023年是26萬億 現在中國M2貨幣的存量已經高達300萬億 是中國GDP的250% 而美國的M2貨幣只有GDP的78% 中國如果繼續大幅度放水 只會帶來惡性通貨膨脹 另一個猛藥就是減稅 全世界如果要刺激經濟的話 都是減少政府開支 減稅來刺激經濟增長 但是中國做不到 因為中國是一個政府主導一切的社會 現在政府收入減少 已經影響到社會運作了 所以中國不僅不會減稅 反而還要加稅 這樣這兩個所謂的猛藥 中國都不敢用 真正的猛藥 中共當然就更加不會用 郭君表示 真正的猛藥就是要政府退出經濟領域 要共產黨退出社會管制 讓老百姓自己來管理自己 這就等於要了共產黨的命 只要共產黨依然掌握中國 這些問題根本都是無法解決的 郭君表示 中國改革就是由農村改革開始的 他取消了人民公社 實行土地承包 但是到現在 中國農村和農業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因為耕地承包給了家庭之後 都變成小農戶經營 不利於機械化、規模化 所以中國的農業效益 其實都是非常低的 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方面 一個是土地私有化 然後農村土地通過自然的收購合併 令到現有的農場可以越做越大 第二個就是回到政府控制 回到公社化這條路 行公社化的路最好 今次修訂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第一章的第三條 說得就非常直接 他說農村經濟集體經濟組織 是發展壯大新型農業集體經濟 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 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體制 是健全農村治理體系 實現農村善治的重要力量 是提升中國共產黨 農村基層組織的凝聚力 鞏固黨在農村執政根基的重要保障 也只是說 如果農村地私有化 中國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就沒有了保障 所以選擇回頭路是必然的 對農民來說 他們最大的資產就是土地 因此通過土地國有使用權 集體擁有的方法 實際上 中共就完全控制了土地 國軍表示 今次立法 也規定了農村集體擁有的財產 可以以集體擁有的形式 投資入股抵押 但是實際上 這個決定權在村委會 也就是村支部 實際上就是鄉鎮領導 和一般的農戶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包括農民住宅的土地 法律上也是國有土地 不是農民自己的 現在中國糧食自給率 中共官方說有八成多 但是實際上大概只有六成 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有很多辦法 譬如大幅度提高糧食價格 但是目前來說 中共是不可能提高糧食價格的 所以中國農村未來 只能是繼續貧困 未來農民只會越來越慘 黃軍濤說 最近西方也發現中共一個動向 習近平搞獨裁想稱霸世界 把內外關係搞得很緊張 把安全放到發展 或者所有工作的前列 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隨時會發展到戰時體制 大紀元資深編輯兼主筆石山表示 其實中共的七十幾年 一直是判斷戰爭會不會爆發 毛澤東時代 就是說戰爭無可避免 世界大戰一定會爆發 到了鄧小平時期 整個調子就是反過來 就就是說 戰爭可以避免 我們可以和平發展 所以發展經濟就變成了第一位 現在習近平時代 安全又被中共放在發展前面 其實基本的判斷 還是和毛澤東時代一樣 戰爭無可避免 這應該是習近平的一個基本看法 所以其他的社會組織的調整 經濟組織的調整 軍事組織的調整 愛事組織的調整 基本都是圍繞著這個基本判斷進行的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主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